可怕,美国女排败给日本,日本女排实力不容小觑,是锦赛夺牌游戏。 可怕,在刚刚结束的日美女排友谊赛上,美国女排以1比3败给日本女排,日本女排随着长岗旺游和荒芜惠里香的强势回归,实力不容小觑啊,看来是锦赛夺牌游戏了。 为了更好的备战今年的女排试锦赛,日本女排远赴美国与美国女排进行友谊赛。 在今天的第一场友谊赛中,日本女排以暴大冷的方式,3比1战胜美国女排,具体比分为21比2525比2325比2325比15。 本场比赛日本女排的首发阵容如下。主攻,古鹤河沙里纳,黑后爱。 副攻,严版名脉,奥村麻衣。接应,新国李沙。二传,傅勇。自由人,景尚秦桧。 而美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则是。主攻,金灯,靠特尼。 副攻,亚当斯,奥格伯古。接应,洛维。二传,汉考克。自由人,本森。 首局比赛。美国女排先发制人,利用连续的高质量发球破坏日本女排的一船。一船被破坏后,日本女排的快速进攻无法打出来,一直被美国女排死死压制,最终以21比25败下阵来。 第二局比赛。日本女排没有受到首局失利的影响,发挥出了自己顽强不屈的拼搏精神。在高昂气势的激励下,日本女排逐渐稳住阵脚,并最终在局末把握住关键分,以25比23险胜。 第三局比赛。 第三局比赛。日本女排延续了第二局比赛的高昂气势,在比赛中敢打敢拼,发扣蓝军发挥出高水平,一直和美国女排紧咬比分,最终凭借局末关键分的再度占优,以25比23再下一局,从而以2比1领先。 第四局比赛。 第四局比赛。 第四局比赛,美国女排受到前两局失利的影响,第四局打得相当的糟糕,一度被日本女排打猛,迅速地以15比25大比分惨败下来。 第四局比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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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递为赛。 第四局比赛。 没想到,世界女排联赛结束后,日本女排招入了长岗旺游和荒木慧李湘两位名将,实力上升巨大 通过本场战胜美国女排的比赛来看,日本女排如今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今年世锦赛,日本女排借助主场之力,主场作战的日本女排总是能够超水平发挥 这样看来,日本女排在今年世锦赛上夺牌还是相当有戏的